现在所看到的平板是ASUS MIMO PAD 7 ME572CL 它是采用64位元Intel Atom 1.83GHz的四耳心处理器 记忆体2G 储存空间16G 采用的注意系统是Android Keycare的注意系统 并且采用Zen UI的操作界面 这款它有支援4G LTE支援的频段有1800 如果你是购买ME572C的话就只有支援WiFi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正面的部分 正面它采用了7寸的IPS触控式萤幕 解析度的部分是1920x1200 前镜头的画数是200万 在上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喇叭孔 那么右侧的部分是耳机孔 那么在右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最左边是音孔键 再来是电源键 最右侧方的部分是Micro SIM卡的插槽 在下方的部分是Micro USB的插孔跟喇叭孔 那么在左侧的部分是Micro SD卡的卡槽 在平板背面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它500万画素的相机 那么电池容量呢是15瓦小时 那背盖设计的部分呢 它采用了镜面烤漆的设计 接下来呢要来介绍音效魔术师这个功能 那它里面呢有分成不同的模式 像是音乐啊影片录影等等 那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用游戏模式 那让你在使用不同的功能的时候呢 搭配不同的模式 当你想要长期使用平板来阅读文字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开启阅读模式 那开启阅读模式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萤幕的颜色呢 变得比较像再生纸那样子的颜色 那可以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呢 让眼睛更加的舒服 那也可以提升阅读的时间 再来相机的功能呢 首先我们先看到它有支援HDR的技术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遇到被冠的情况 或是明暗反差太大的话呢 HDR就可以让你的照片拍得比较清晰 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萎缩模影的功能 在两条虚线以内呢 物体呢表现的都是非常清晰的 那两条虚线以外的物体呢 则都是有模糊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有支援景深效果 那景深效果呢 你对焦镜物的时候呢 镜物非常的清楚 那么镜物后面的部分呢 则是用模糊效果 想要使用超高速连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启Turbo的模式 那开启Turbo模式之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 右下角连拍的速度呢 就非常的快速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支援边录边拍 那我们在录影的同时呢 我们按下拍照键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可以呢 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拍照了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